文杰还没反应过来 站在面前的陈山突然就坐到了他的腿上 搂着他的脖子说以后就让自己陪他 他就不会觉得寂寞了 文杰想推开陈山 陈山却搂着更紧了 还在他脖子上吻了起来 瞬间 文杰的身体就有了反应 情不自禁地抱住了陈山 转被动为主动 不能怪他把持不住 作为一个有生理需求的正常男人 文杰已经差不多半年内没碰过老婆了 陈山的撩波 将他抑制已久的欲望释放了出来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文杰喘着粗气说去洗手间 这里有摄像头 说着就迫不及待地拉着陈山 穿过昏暗的走廊进入洗手间 把陈山推进了隔间 就撩起他的短裙直奔主题 事后两人整理好衣物 一前一后的走出了写字楼 他们去了一间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要了两份关东煮 坐在门口边吃边聊 文杰深夜还在公司里不回家的原因 他已经告诉陈山了 他老婆不想见到他 拜托他晚上11点前不要回家 免得自己心烦 所以文杰只能待在公司里 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 等时间到了才回家 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半年了 他郁闷不已 却又无人可以倾诉 直到刚才陈山突然回公司 拿落下的东西 才撞见他在大家都下班后 一个人孤零零的 坐在办公桌前虚度光阴的秘密 陈山前不久跟男朋友分手了 正处于感情的空窗期 加上他平时就对文杰颇有好感 一时没忍住就跟他发生了关系 陈山一边吃着牛肉丸 一边问文杰 他老婆是什么原因不想看见他 陈山觉得他挺耐看的 文杰叹了一口气 说因为他没钱 陈山瞪大了眼睛 说他的收入那么高 怎么还不够他老婆花 文杰喝了一口啤酒 悠悠的说不够 他老婆余小韩曾经是一致千金的富家小姐 文杰觉得他跟着自己 委屈他了 文杰和余小韩是大学同学 从大一下学期起 余小韩就向他表白了 文杰那时只想着学习 并没有谈恋爱的想法 就屡次拒绝了余小韩 可文杰越是退缩 就越令余小韩觉得他可贵 余小韩家有钱 爸爸是开公司的 资产上千万 每月给他的零花钱都好几万 因此不管文杰需不需要 他都给文杰买各种贵重的礼物 但这些都没有打动他 直到余小韩那晚把他堵在教室里不让走 抱着他求爱 文杰才心软了 那晚两人聊了很多 对彼此才有了更多的了解 余小韩家虽然有钱 但是八岁那年他妈妈因病过世了 爸爸不到一年就再娶 从那之后 他就没有感受到家的温暖 爸爸只顾着赚钱 常常忙到半夜才回家 偶尔见到他 他的眼里也只有后妈和弟弟 余小韩说他内心是无依无靠的 看着爸爸和后妈 弟弟幸福地生活着 感觉自己就是个局外人 他爸爸除了给他足够的钱花 没有给予他一丝关爱 所以余小韩很渴望有个人能陪在他身边 好好爱他 在同学中显得成熟稳重的文杰 无疑就是他的理想人选 文杰其实跟他有相似的家庭背景 他父母离异了 他跟着妈妈生活 因此他很理解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内心的敏感 无助 那晚文杰握住了余小韩的手 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 他们互相依偎着 感到格外的安心 文杰回到家时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他捏手捏脚的走进客厅 生怕吵醒了余小韩和女儿 谁知却看到余小韩 正低着头坐在沙发前的地板上 文杰吓了一跳 心脏扑扑跳 毕竟刚才自己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内心十分不安 余小韩说飞飞的生日快到了 自己没钱给他办个盛大的生日会 原来是这事 文杰松了一口气 说小朋友都爱吃汉堡薯条 买回来就在家办 余小韩非常自责的说他七岁生日那年 他妈包下了整层酒店 而他的孩子生日却要去吃垃圾食品 真的好可怜 文杰想了想 说只要小朋友们高兴就好了 去哪里过生日都一样 余小韩不耐烦了 叫文杰回房间 他自己想办法 文杰不再自生 走到飞飞房间前 打开门看了看 他睡得正香 文杰轻轻地关上门 一天只看一眼 他也感到满足了 文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把自己重重摔在了床上 他很苦闷 曾经幸福的婚姻生活 怎么就变得易得鸡毛了 是不是一定要有花不完的钱 才能令老婆满足 文杰认为余小韩还活在过去 两年了 他还没有走出来 他们的婚姻 最初是遭到余小韩爸爸强烈反对的 文杰一个乡下小子 要钱没钱 要背景没背景 跟余小韩家比 天差地别 但余小韩铁了心要嫁给他 加上肚子里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余爸爸最后只好妥协了 他们顺利结了婚 搬进了余爸爸给准备的婚房 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余小韩安心在家养胎 文杰则进了岳父朋友的公司里工作 当然 文杰的工资并不能满足余小韩的消费欲望 一件单薄的婴儿和尚服三百多块 他眼睛都不眨的就买了 文杰劝他要节省点 孩子长得快 小衣服穿不了多久就不能穿了 有了孩子 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着 钱要花在刀刃上 余小韩有点不满 认为他要给他的孩子最好的 文杰明白 他自小缺乏母爱 如今他自己要做母亲了 就将自己缺失的母爱加倍赠予孩子 没钱了 余小韩就伸手一次又一次的向爸爸要钱 也许是可怜他嫁了个穷小子 余爸每次都给 但是后妈对此颇有怨言 枕边风吹多了 他也就烦了 把文杰叫过去训了两次 说连老婆的基本开销都满足不了 他还算不算是个男人 文杰无言以对 默默承受着一切 他也不是没有后悔过 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 也许从一开始就错了 可他除了努力工作还能怎么办 婚结了 孩子也即将出生了 他也不可能抛下他们逃离 他不能像他爸爸一样 做个复兴汉 他们一直接受着岳父明里暗里的资助 直到两年前 余爸中风后偏瘫了 连话都说不清 后妈和弟弟迅速接管了公司 从此终止了对他们的接济 这下余小涵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在他二十多年的生命中 从来没有节俭二字 现在突然不能看中什么就买什么了 很让他抓狂 余小涵不顾文杰的感受 开始无袖无耻的抱怨文杰没本事 收入低 害他连燕窝都买不起 也不能跟朋友们去高级会所了 丢脸丢到家了 而余小涵说到最后 都会加上一句 他的孩子太可怜了 每每听到这句话 文杰的心里都像被刀扎一样疼 其实他自始至终认为 孩子需要的不是奢侈的物质生活 而是父母发自内心的爱和心无旁骛的陪伴 余小涵却不这么认为 觉得物质条件是基础 只有物质上满足了 才会有幸福感 这也许跟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得不到关爱 就用物质填补受伤的心 文杰建议余小涵出去工作 有事情做 就不会整天在家里胡思乱想了 还能赚点钱补贴家用 水之余小涵却尖叫起来 认为文杰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养家 怎么能让老婆去打工 他告诉文杰他是不可能去打工的 文杰想了想也是 余小涵一天班都没上过 早已经与社会脱节了 而且他那大小姐脾气 估计也没人愿意雇他 有时压力大了 文杰也不是没想过离婚 可是余小涵听到离婚两个字 就变得歇斯底里 说文杰是不是就那么狠心 要让飞飞在单亲家庭成长 紧接着就痛哭起来 说不能离婚 当初他那么坚决要嫁给文杰 如果离婚了 他就是打了自己的脸 成为别人的笑柄了 文杰也不想飞飞那么小就经历家庭变故 像他们一样有心理阴影 后来他再没提过离婚的事 不过他们的关系还是越走越远了 那天余小涵告诉文杰 以后十一点前他别回家 自己看到他就闹心 文杰答应了 反正回到家 两人也是相对无言 不如不见 跟陈山在一起 文杰感觉自己的生活又有了活力 陈山是个胆大且开放的女孩子 走在街上 他可以突然把文杰拉进幽暗的小相姿 跟他热吻 也可以在他疲惫时 贴心的递上一杯咖啡 这都是文杰前所未有的体验 他能感受到陈山的爱意 而且陈山是个非常独立的人 信奉男女平等 文杰还记得第一次跟他去酒店开房的情景 他们干柴烈火 两人虽说只是第二次做 却配合得天衣无缝 直到折腾的筋疲力尽才分开 临走时 陈山给文杰转账 跟他平摊房费 文杰不收 说这是他应该给的 陈山却生气了 说他们这是合作关系 既然是合作 他们就应该平分费用 不要以为只是文杰睡了他 他也睡了文杰 陈山的意思很明了 他不依附男人生活 不做男人的附属品 他和文杰在一起 不过是各取所需 做那种事 又不是只有男人才会舒服 陈山在努力捍卫作为女人的尊严 光是这一点 就令文杰高看了他一眼 觉得他比于小韩强千万倍 于小韩就像是一只寄生虫 除了索取 还是索取 理直气壮的索取 不知感恩的索取 但两人的关系见不得光 他们在一起时还是挺谨慎的 特别是上司陈总就是岳父的老朋友 要是暴露了 后果不堪设想 陈总对文杰挺好的 有好的项目都会优先考虑他 文杰也不负众望 每次都完成得很漂亮 为自己赢取了更多的机会 菲菲的生日马上到了 这天陈总把文杰叫到办公室里 递给他一个大红包 是给菲菲买礼物的 这已经是惯例了 他也不推脱了 谢过后就收下了 文杰刚想走 陈总叫住了他 说有个项目需要他去实地考察一下 叫他准备一下 明天就出发 文杰一愣 为难的说可是菲菲的生日会 陈总告诉文杰工作要紧 菲菲是个懂事的孩子 会理解他的 陈总挥了挥手 示意他出去 文杰也不敢再说什么 只好轻轻叹了一口气 退了出去 以往到了菲菲生日那天 陈总都特殊照顾他 给他放半天假 可这次怎么就一点情面都不给 现在文杰苦恼极了 要是被于小韩知道他要缺席菲菲的生日会 指不定会抓狂到什么程度 晚上跟陈山在一起时 文杰因为心烦 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草草了事 陈山并不满足 趴在他身上 手指在他胸口画着圈圈 以试图再唤起他的欲望 文杰抓住陈山的手 亲了亲 说今天自己实在没心情 下次再补偿他 陈山笑了 叫文杰下次要加倍偿还 文杰开了门 破天荒的发现客厅开着灯 于小韩看到文杰 高兴的说菲菲的舅舅 答应出钱给菲菲办生日会了 一点定在酒店的自助餐厅 他已经邀请了菲菲的全班同学 这下菲菲可有面子了 说着于小韩还把文杰拉到身边坐下 叫他看沙发上的漂亮公主群 问他菲菲应该穿上哪条去生日会 文杰看到于小韩久违的笑容 心里却一阵难过 女儿的生日会 要小舅子出钱给办 显得他太窝囊了 同时文杰也纳闷 他们姐弟俩从来都感情不合 特别是岳父生病后 于小韩上门闹了几回 都被小舅子赶了出来 他们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 他怎么突然会大方的给外甥女办生日会 文杰猜想 于小韩应该是上门卖惨了 文杰太了解他了 为了孩子 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文杰看了一眼那些裙子 全是名牌 一条少说也要上千块 于小韩见他沉默着 又补充说裙子都是舅舅送的 说要让他们的小公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文杰随便指了一条 于小韩立即没开眼笑 说他也觉得这条最好看 然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说了 弟弟如何帮他订酒店 如何跟酒店经理沟通 让对方安排好节目 文杰总感觉于小韩有点不对劲 他今晚话太多了 而且废话一堆 都是说他弟弟如何如何善解人意 考虑周道 这跟文杰认识的小舅子大相径庭 不过他也没有往深了想 也许是小舅子经过了两年多的历练 变得通情达理了 文杰鉴于小韩在信头上 就把陈总给的红包拿出来递给他 告诉他是陈总给的 然后文杰小心翼翼地接着说 陈总说有个特别急的火 需要他马上出差一趟 于小韩接过了红包 爽快地同意了 说工作要紧 他会跟菲菲解释的 于小韩的反应让文杰有点措手不及 本来自己已经想好了如何应付他的哭闹 以及如何安慰他的一套说辞 没想到自己白费心机了 文杰回了房间 还在想着 老婆太奇怪了 文杰出差回来 已是菲菲的生日后三天 他回到家 看到客厅里多了一架钢琴 于小韩说是舅舅送的生日礼物 菲菲可高兴了 文杰能看得出来 于小韩比菲菲还高兴 他笑容满面 精神焕发 跟之前盼若两人 文杰想 果然有钱才能使他感到幸福 但于小韩仍然不许文杰晚上十一点前到家 文杰也无所谓了 反正有陈山陪着 他也不寂寞 那晚文杰和陈山在酒店一番激战后 正打算休息一会 突然听到房间外面 传来一声喊救命的尖叫声 文杰赶紧穿好衣服 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他刚走出门 就惊呆了 于小韩穿着护士服 披头散发地蹲在隔壁房间的门口 嘴里喃喃自语 说不关自己的事 是他自己晕倒的 他们四目相对 空气在一瞬间就凝固了 这时服务员赶了过来 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 并遣散了看热闹的房客 从房间里被抬出来的是陈总 陈总昏迷前 正和于小韩在玩角色扮演 他是患者 于小韩是护士 可正玩到兴头上时 他捂着胸口摊在了于小韩身上 于小韩一开始以为陈总还在演 可推了他几下 他都没反应 这才发现他真的把自己变成了病人 文杰受了这等奇耻大辱 气得双眼通红 不顾旁人的目光 拽着于小韩就走 一路上把车开得飞快 可把他吓坏了 一到家 文杰就把于小韩推进了房间里 抬起手就想打他 文杰想不让他回家可以 嫌弃他没本事也可以 但是给他戴绿帽 而且还是跟那个又老又肥的陈总 他忍无可忍 于小韩迎着文杰愤怒的目光 毫不示弱 叫文杰打 打死他 他就解脱了 文杰终究还是放下了杨起的手 坐在床边掩面而泣 其实最近于小韩的变化他早有察觉 于小韩又像以前一样疯狂购物 家里添置了许多可有可无的东西 文杰问 他就说弟弟送的 文杰也懒得深究 反而觉得轻松了 因为于小韩沉浸在自己幸福的生活中 不再愁眉苦脸哀声叹气 也不说我的孩子真可怜之类 打击人心的话了 文杰没想到 在他跟陈山私混时 于小韩也跟陈总搞在了一起 为了钱 为了他所谓的幸福 他出卖了自己的身体 甘愿被跟他父亲同龄的老头蹂躏 于小韩哭了一会 终于向文杰坦白了 菲菲生日前几天 他去跟爸爸要钱 弟弟给了他五千块钱就想把他打发了 他又哭又闹不走 硬是被保姆拖了出来 正巧陈总来访 看到于小韩那可怜兮兮的样子 就爽快地答应借钱给他 让他跟着到自己的别墅里去拿 谁知这陈总居心叵测 一进屋 就把于小韩按倒了 不顾他的反抗 强行侵占了他 事后陈总告诉于小韩 自己早就被他迷得七魂八素了 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机会 于小韩哭着说要报警 陈总就抛出了杀手锏 说只要他听话 以后零花钱他要多少就给多少 于小韩一听 眼睛一亮 马上不哭了 他要陈总办的第一件事 就是安排好菲菲的生日会 为了不露线 于小韩要陈总安排文杰出差 陈总都照办了 于小韩又体会到了大把花钱的美妙滋味 尽管陈总令于小韩感到恶心 却也尽力配合他的嗜好 之前他们都在别墅里玩 可今晚陈总却别出心裁 想换个环境 结果兴奋过度 导致心肌梗塞 把自己送进了医院不说 还被文杰发现了他们的丑事 于小韩盯着文杰说是他不好 但文杰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看见那个女人从文杰房间里出来了 文杰自知理亏 无力辩驳 他们两个终究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背叛了家庭婚姻 背叛了自己的爱人 此刻他是愧疚的懊悔的 婚姻出了问题 他只晓得逃避 没有寻求解决的办法 才会导致今天这样令人不齿的局面 于小韩哭了一会 问文杰现在想怎么办 于小韩认为只要文杰不跟他离婚 文杰怎么对待他都可以 他们的争吵声吵醒了飞飞 他推开门 哭着喊着他不要他们吵架 不要他们离婚 他不要公主群 不要钢琴 只想和他们在一起 文杰和于小韩相对一事 默默无言 在这世上 并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陈总和文杰老婆在酒店上演角色扮演的丑事 开始在同事们之间传播 大家都在背后耻笑文杰 说他靠老婆出卖肉体 才换来了好项目 面对这些风言风语 文杰一概置之不理 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也不再和陈山优惠 下了班就自己一个人提着啤酒 到公园的长椅喝个天昏地暗 陈总出院后 把文杰约了出来 递给他一张银行卡 说是给他的补偿 并让他离开公司 以免见了面尴尬 文杰有把那张银行卡折成两半的冲动 可是他忍住了 即使他不需要钱 于小韩也需要 他做这事就是为了钱 文杰把银行卡抓在手里 狠狠瞪了陈总一眼 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 他已经计划好了 待于小韩和飞飞回老家 在他的故乡 有群山环绕 有清澈小溪 唯独没有城市中令人容易迷失的灯红酒绿 文杰只希望他们两个 都能在原始的朴素的环境里找回自己 不念过往 重拾初心 临走时 文杰约了陈山 他心中本来有千言万语想说 最后却只说了一句对不起 陈山冷笑一声 站起身来说文杰真是个人渣 什么都不懂 出轨的男人没有道歉的权利 他这个小三也没有接受道歉的权利 望着陈山离去的背影 文杰心里突然一阵莫名落寞 他深吸了一口气 心想就让一切随风而去 余生他只想在山野乡间行走 只想陪伴飞飞成长 至于于小韩 但愿他能够与自己白头偕老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谢谢大家